下面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他們是誰 林和庭 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吹口氣 吹口氣 不是他們在吹這個生日宴會用的一些東西 是誰生日啊 是Lin 是Lin嗎 他們是雙冒胎耶 和庭 對啊他們是雙冒胎 他們是同一天生啊 所以林的生日就是庭的生日 庭的生日就是林的生日同一天啊 我們來看看這本吧 林和庭 Share a birthday 他們一起分享生日喔 那一樣有六個故事 第一個是 那個生日的鞋子 然後第二個是 要幹嘛 生日購物 第三個是生日蛋糕 第四個是生日願望 第五個是生日禮物 最後一個是生日的故事 我們來看看吧 喔!你好 我們是雙冒胎 但我們兩個並不是一模一樣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哪裡不一樣嗎 一個頭髮歪歪 一個頭髮平平的 對一個頭髮是平的 很整齊 一個是歪歪的 因為他打噴嚏就撿歪了 第一個故事呢 就是生日鞋 哇他們也好多鞋子喔 好漂亮喔 林和庭呢他們是一對雙胞胎 他們會必須要分享很多很多的東西 他們呢 都有一樣的黑色眼睛 然後呢 深色眼睛 然後呢他們都有一樣的 穿著一樣的藍色的洋裝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生日是同一天 這是零 這是婷 婷的頭髮剪歪了 喔!你看零! 婷說 我們有禮物耶 是一個生日禮物耶 然後林就說 那我們把它打開吧 我們來看看裡面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他們收到什麼禮物 林和庭呢打開禮物之後 裡面有兩雙鞋 一雙鞋是綠色的 一雙鞋是紅色的 哇!聽說新鞋子耶 生日鞋耶 林說 對啊對啊對啊 一雙是你的 一雙是我的 然後我們兩個的生日 一人有一雙喔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兩個生日同一天 嗯 這時候庭就說 那我要選紅色的那一雙 然後 林就說 那我要選綠色的那一雙 欸!他們兩個居然穿不一樣顏色的鞋子耶 林和庭呢 穿上他們的鞋子 新鞋 你看 有沒有很好看 林看了看庭 庭看了看林 嗯? 他們兩個有同樣顏色的眼睛 他們有同樣顏色的洋裝 但他們沒有同樣顏色的鞋耶 不一樣顏色 怎麼會這樣子呢 林說 我們兩個生日收到的鞋子 顏色不同耶 聽說 對啊不一樣耶 可是我們的生日同一天啊 林說 我們的鞋子也應該要是一樣的啊 林說 我知道啊 我們呢 應該要分享一下我們的生日鞋 於是呢 他們就幹嘛 交換了 林和庭呢 是一對雙胞胎 他們會分享很多事情 他們呢 會同一天生日 而且呢 他們的鞋子 生日鞋也是一樣的顏色喔 一隻紅 一隻綠 對不對 一隻紅一隻綠 一隻紅一隻綠啊 穿起來就一紅一綠 還蠻聖誕節的感覺耶 好 第二個故事呢 是生日購物 喔 生日還要去買東西呢 林和庭呢 他們要去買東西了 林想要買一個生日禮物送給庭 庭呢 也想要買一個生日禮物送給林 但是呢 他們希望 對方不要知道 所以是一個秘密喔 庭 林說 我想要進去這間店幫你挑選禮物 我要自己進去 然後庭也說 嗯 我也想要自己進去喔 嗯 你可以 你可以去這間店 然後我會去另外一家店 林呢 就走進了一間書店 他看了看 架子上面所有的書 喔 他看到了一本 他想要看的書 這是什麼書啊 這好像是林和庭的書耶 是不是 林和庭 是嗎 不一樣的故事 是嗎 然後庭 林就說 我要買這本書送給庭 也許他會跟我分享喔 庭呢 去了另外一家店 是一家玩具店 然後他看了看所有的玩具 嗯 他看到了一個他想我要玩的玩具 他就說 我要買這個送給林 也許他會跟我分享喔 他們兩個都打了什麼主意 到底是買禮物送誰 林和庭呢 兩個人買完之後 在某個地方會面了 林問庭 你買了什麼啊 庭說 是秘密喔 那你買了什麼啊 林也說 是秘密喔 不能告訴你 林和庭呢 看了看對方 然後他們就走回家了 他們不能分享秘密 不可以告訴對方 心裡想什麼 但是呢 他們兩個都有同樣 詭異的笑容喔 好 第三個故事是 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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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一定要有蛋糕 對不對 林和庭呢 他們準備好要烘焙了 庭說 啊 我們應該要做兩個生日蛋糕 對不對 一個給你 一個給我 這樣子呢 嗯 就是我們兩個都有各有一個蛋糕喔 林也說 好啊好啊好啊 我會烤我自己的蛋糕 你烤你自己的蛋糕 林 嗯 就很仔細很小心的讀了一下這個食譜 他呢 把 奶油 糖 雞蛋 還有麵粉 小心翼翼的混在一起 攪拌均勻 庭呢 他並沒有很仔細的讀食譜喔 他呢 把 奶油 糖 還有雞蛋 混在一起 他少加了什麼 他少加了什麼 你看他的蛋糕 林和庭呢 把他們的蛋糕呢 那個 呃 麵糊呢 放到烤箱裡面去 然後他們看著那個蛋糕 慢慢的烘烤 慢慢的烘烤 林的蛋糕呢 哇 金黃色的好漂亮 可是庭的蛋糕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金黃色耶 庭說 嗯 我的蛋糕沒有烤好 我的蛋糕不好吃 看起來不好耶 怎麼會這樣子呢 庭呢 吃了一口他的蛋糕 欸 好難吃喔 吃起來一點都不像蛋糕 我的蛋糕 真是很差 真爛 然後呢 他就說 現在我沒有生日蛋糕了 庭非常的傷心 他試著不要哭泣 他忍住 把眼那個眼眶 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他沒有哭出來 這時候 林呢說 不要擔心 我們可以分享我的蛋糕啊 我把我的蛋糕切成一半 齁 切成兩塊 然後呢 我們一人都可以有一塊 林呢 就把他的蛋糕一分為二 切成兩塊喔 所以現在呢 林有一塊蛋糕 庭也有一塊蛋糕了 你看 一人半塊這樣子 林 庭說 嗯 我真高興可以跟你一起分享生日欸 真高興我們的生日是同一天喔 好啦 故事 這是他的鼻子上有什麼 有奶油啊 對不對 嗯 聽總是這樣粗心大意 好啦 第四個故事是生日願望 喔 切蛋糕之前 要催 要許願 然後吹蠟燭 對不對 這是 林說 喔 不對 哇 我們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欸 然後林說 什麼 聽說 我們忘記要許願了 我們應該在蛋糕上面插上蠟燭 然後要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我們要試著把所有的蠟燭一次吹起 呼 如果你可以一次吹起所有的蠟燭 你的願望就會成真喔 小心不要摔下去喔 聽說 對啊 我們一定要許願 林呢 就把蛋糕放到他的 呃 把蠟燭放到他的蛋糕上 庭呢 也把蠟燭插到他的蛋糕上 兩個都開始插蠟燭了 林呢 點亮了所有的蠟燭 庭唱生日快樂歌 你要不要唱一首生日快樂歌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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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幫林唱了一首生日快樂歌 然後庭呢 深吸了一口氣 然後他吹 呼 結果呢 有一根蠟燭沒有熄耶 喔喔 林說 糟糕啊 有一根蠟燭 我的一根蠟燭沒有熄耶 這樣我就不能許願了 我的願望不會成真 林非常的傷心 他試著不要哭泣 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這時候庭說 不要擔心 我會跟你分享我的願望 我希望呢 我們兩個都可以許願 然後呢 我們都一個有一個願望 林呢 就替庭唱生日快樂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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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吸管不一樣 多了吸管不一樣 然後庭呢也深吸了一口氣 然後他用力的一吹 呼 所有的蠟燭都被他吹熄了 好厲害喔 庭呢 就許了他的願望啊 然後現在庭呢 有一個願望 林也有一個願望喔 聽林說 真高興我們可以跟你一起過生日 可以分享同一個生日喔 好 第五個故事呢 是生日禮物 看來他們要把生日禮物打開了 他們去買的禮物對不對 好啦 現在呢 林要把 呃 庭的禮物給他 然後庭要把林的禮物給他 他們要交換禮物 生日快樂 他們跟對方祝賀 然後打開禮物 林說 我希望你喜歡這本書 嗯 也許你讀完之後 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喔 然後庭說 我希望你喜歡這個玩具 也許你玩完以後 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喔 林和庭呢 他們都很喜歡他們的禮物 可是他們更喜歡 對方的禮物 然後呢 庭說 我會跟你一起分享禮物的 嗯 然後呢 你先讀吧 我晚一點再讀 然後 那個林也說 我會跟你分享禮物的 你先玩這個玩具吧 我等一下再玩 林呢 就開始讀書啦 庭呢 開始玩玩具 他們玩得好開心喔 林說 謝謝你送我的生日禮物 我很喜歡喔 庭也說 謝謝你送我的生日禮物 我也非常喜歡 巴比回來了喔 我們讀完最後一個故事 We're on the last story OK Story 6 第六個故事 生日故事 什麼樣的生日故事呢 停問林說 啊 這本書在講什麼啊 林告訴他說 喔 是跟一對雙貓他有關的喔 他們的名字叫做 明 和 信 他不是跟他們一樣嗎 這是他們的生日耶 明和信 停問 蛤 聽起來好像 好像我們的名字 他說我喜歡這個名字 聽起來很像他們的名字啊 對啊 他說我們來假裝我們是明和信好了 好 他說你是明 我是信 然後呢 告訴我 我們該 告訴我他們做什麼 我們該做什麼 然後林就說 好 首先呢 他們穿 戴上他們的生日手套 明呢 戴上了藍色的手套 信呢 戴上了綠色的手套 嗯 但是他們並沒有分享他們的生日手套喔 嗯 他們沒有分享他們的生日手套嗎 停問 林說沒有耶 然後呢 明和信呢 他們做了生日餅乾 明的餅乾呢 很好吃 信的餅乾呢 很難吃 可是呢 明呢 他沒有分享他的生日餅乾嗎 停問 蛤 這樣的話 那我就不想當信了耶 因為明都不分享他的東西啊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明和信呢 打開他們的生日禮物 林說 明呢 得到了襪子 信呢 得到了內褲 啊 啊 啊 對啊 好噁心喔 內褲 聽說 蛤 我不想要內褲啊 我改變主意了 我不想當信啊 然後林說 哦 我忘了 明和信呢 他們也一起許願喔 有生日願望喔 嗯 你想要許什麼願望呢 信 對啊 這時候聽說 我希望我們兩個不是明和信 我希望我們兩個是靈和庭 然後我們分享一個同一個生日 我們一起過生日 聽 聽 猜猜 猜猜看 嗯 猜猜什麼呢 林問他說 你猜猜看 你的願望成真的耶 聽說 是嗎 蛤 我猜真的耶 願望成真的耶 所以他們兩個還是靈和庭 不是明和信喔 好 最後發生什麼事呢 嗯 他說對啊 那你說的沒錯 我們的頭髮 我們的髮型 還有我們的鞋子 都不一樣 嗯 你可以 看一下別本書 另外一本書 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們兩個的髮型不同囉 嗯 這就是 林和庭 生日 一起過生日的故事喔 信和令 是命和信啊 你要當命還是當信 命 你要當命喔 那誰要當信 媽咪當信 那我不就要吃難吃的餅乾 然後還得收到內褲了 我不要內褲 The end